近日,据埃塞俄比亚国家电视台公布的画面证实,埃塞俄比亚军队正在使用至少一套俄罗斯制造的铠甲S-1防空系统。 对此,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罗斯泰克公司,拒绝就埃塞俄比亚出现该系统一时做出任何评论。 这套系统作为俄罗斯最先进的进防系统,并未出售给埃塞俄比亚,如果埃塞俄比亚使用的确实是裁甲S-1防空系统, 这意味着这套系统系阿尔及利亚,直到几内亚、伊朗、伊兰克、越南、也门、阿联酋和越南外,有一个海外用户。 这一事件发生在美国制造的波音737MAX8飞机坠毁的当下,确实让美方尴尬不已。 就在不久前,美方还在警告埃塞俄比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不要购买俄罗斯武器,但埃方显然没有将美方的警告放在眼里。 作为美国在非洲最重要的安全合作盟友,埃塞俄比亚长期使用西方防空武器系统,但长期没有更新,让埃军方不得不寻找便宜的卖家。 报道称,埃军购买的这种导弹,从2003年服役后,虽然多次在国际的防务展会上亮相,俄罗斯甚至为企图装了专门的中东涂装,希望卖给中东用户,但该武器旨在俄罗斯和叙利亚被投入或实战。 而在叙利亚的使用期间,也报道称2017年离开甲白4要击落了大量的武装分子自制无人机,从而声明确起。 据统计该系统在2017年击落了三枚火箭弹,二枚侦察器,球,一枚迫击炮弹,三架以色列制造的仓路无人机,一架美国制造的2Q21无人机,一架土耳其无人机,以及多架武装分子自行改装的无人机。 据知情人士称,埃塞俄比亚向俄罗斯和乌克兰订购了一些现代化核生级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以增强其武装力量的能力。 而根据埃塞俄比亚国家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这种最近才接收的凯甲S1防空导弹火炮系统,是微小型的高价值地面目标,针对敌方飞机、直升机、群航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区域的防空而设计的。 事实上,凯甲系列导弹系统,是一套自行中程的对空导弹系统。 凯甲S是一种中短程的对空导弹和高射炮武器系统的组合,由俄罗斯图拉的KBP公司生产。 该系统在2K22通古斯卡北约3号SV19AN11系统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通过使用相控阵雷达进行目标捕获和跟踪, 代表了俄罗斯最新的防空技术。 因此,这款设备出售给埃塞俄比亚并没有什么难度。 然而,俄罗斯对这一武器外销的沉默,让人感到非常奇怪。 专家表示,这款导弹系统,此前在雪利亚被以色列击毁,这样让这套系统的外销前景并不被看好。 然而,此次俄罗斯向埃塞俄比亚出售这款系统,不排除包含政治交易。 这也是俄罗斯不愿对这件事进行回应的原因之一。 因此,这款系统,不排除外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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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节目